雄狮的战斗力明显比雌狮更强 但在狮群中 一般都是雌狮外出狩猎 雄狮一般情况下 都是等着雌狮狩猎成功后 抢夺他们的食物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雄狮当上狮王之后 就变成了软饭男 雄狮在野外漂泊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他们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在外讨生活 不管是狩猎还是对付入侵者 他们都必须亲自迎敌 狮群中 狮王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对狮群中的小雄狮影响较大 新狮王上位之后 就会直接将狮群中的雄狮全部驱赶出去 一部分心狠手辣的狮王 还会直接将这些雄狮咬死 而这部分在外流浪的雄狮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被赶出来的雄狮甚至没有成年 在狮群中的时候 只是跟着雌狮外出狩猎 实战经验还是比较少的 一部分雄狮被逐出狮群后 根本找不到猎物 直接被活活饿死 而另外一部分适应能力强的雄狮 雄狮则必须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 才能保证自己在野外活下去 不至于被其他捕食者吃掉 然而像这样独自流浪的狮子 是很难捕捉到猎物的 食草动物一般都是群居 即使是外出觅食的时候 群体中也会有专门的个体站岗放哨 雄狮想要趁其不被捕捉猎物 还是很难的 为了更好的生存 这些流浪的雄狮 会和其他有同样遭遇的同类结盟 这样能有效提高存活率 相较于雌狮 雄狮从小要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它们的生存能力和战斗力更强 然而一旦当上狮王 雄狮就很少参与狩猎 这只雌狮正在进食 几只鸡肠碌碌的猎狗 突然围了上来 看到周围没有其他狮子 它们便一起抢夺雌狮的猎物 雌狮孤立无援 只好将辛苦捕捉到的猎物拱手相让 这是草原上经常看到的画面 狮子虽然是草原上的顶级掠食者 但它们还是会遇到猎狗这样的动物抢食 这个时候 雄狮就会及时赶到 找到猎狗女王将其捕杀 猎狗群就会四处逃窜 雄狮的战斗力明显比雌狮要强 然而 狮群中的狩猎活动 全都由雌狮完成 在这过程中 雌狮也会遇到各种危险 捕捉到的猎物 还要优先让狮王进食 难道雄狮甘愿当软犯男 雄狮在当上狮王之前 都在外流浪 能当上狮王实力 一定是不可小觑 但相较于雌狮 雄狮其实不擅长狩猎 虽然狮王的战斗力足够强 但它能当上狮王 主要是和另外一只雄狮进行打斗 一只正直壮年的狮子 当上狮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 雄狮只适合战斗 并不适合狩猎 雌狮的体型 没有雄狮那么大 这对于雌狮来说 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它们虽然无法像雄狮一样 与敌人对抗 但它们在狩猎时 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雌狮的奔跑速度更快 擅长群体作战 狩猎成功率比雄狮更高 而狮王体型虽然更大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它无法快速地捕捉猎物 正因如此 狮王一般情况下 不参与狩猎 雄狮当上狮王后 不再参与狩猎 这并不代表 雄狮就是软犯男 他们在狮群中 也有自己的任务 比如说 驱赶入侵者 非洲二哥 猎狗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猎狗群经常成群结队地 来抢夺狮群的猎物 此狮不仅要保护猎物 还要避免猎狗咬伤自己 与此同时 还要保护狮群中的小狮子 难免会被猎狗群趁虚而入 这个时候 狮王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狮王是整个狮群中 战斗力天花板 遇到猎狗群来犯 他会直接锁定猎狗女王 将其一举拿下 这样一来 猎狗群就会知难而退 狮王拥有更艰巨的任务 除了守护狮群之外 他们也会主动挑战其他狮群 为自己的家族开疆扩土 扩大自己的领地 给狮群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 因此他一般情况下 不会外出狩猎 但这并不代表狮王完全吃软饭 当狮群捕捉大型猎物的时候 狮王也会参与战斗 提前埋伏在猎物会经过的路线 在猎物经过的时候 给其致命一击 也就是说 狮王偶尔也会参与大型狩猎行动 狮王本就是狮群中地位最高的存在 吃软饭这一说 狮狮外出狩猎 自己拥有优先进食权 这是一直以来的习惯 在狮群中也是普遍现象 这并不代表狮王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只是狮王和狮狮承担的责任不同 一个守护狮群 一个让狮群得以延续